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大家應該很久沒有看到我自己錄影片了吧 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時候,就拿起手機再滑 那通常呢,Facebook的Fanpage 然後還有我的Instagram 都是由我的團隊 他們在幫我做一些回憶跟經營的 只有我有空的時候呢 譬如說起床睡覺的時候 我會滑一下看一下 然後回憶一下粉絲的訊息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行業會有很多的酸民 但我個人覺得其實看到的話 那就看到就看過就算了 不過今天我一定要做這支影片的原因是 我覺得他踩到我的地雷了 OK好,現在我們就馬上進入主題 因為我今天早上起來就看到這個訊息 然後呢,他就說 Auntie, do us a favor, stop flashing your English if you can't speak properly Just do us a favor us Don't embarrass yourself for Godness sake OK 然後我想說,欸為什麼這個觀眾要這樣說 因為我完全不了解 因為他開頭的語氣就沒有非常和善 我是不知道說 為什麼有人開頭是可以這樣開頭的 Auntie, auntie 他又說,我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到 embarrass myself 我不覺得我做了什麼事情啊 然後當我看完那篇訊息的時候,我就想說 Do I have to speak like a white girl in order to speak English? 我就努力的去回想 奇怪了,到底有什麼東西讓她這麼的氣憤呢? 還是她只是想要跟我搭話 還是她想要告訴我說她的英文非常的好 於是我看完之後我就回她說 或許我哪裡冒犯到你了 但是請你不要告訴我說 我不能做什麼 或是我哪些東西做得不好 我就不要去做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我的地雷 你們會常常聽到說 你的英文不好,為什麼要講英文? 就是比較親切的人會跟他們講台語 很小的時候是阿嬤教我講的 那我就會跟他們講 然後他們就會說覺得很親切 那有時候呢 有些人就會過度偏激來跟我說 你台語又沒有那麼好 你講台語幹嘛 或是我講廣東話的時候 因為我的廣東話並沒有辦法 像當地人講的如此的標準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難的語言 但是我覺得 我可以用他們語言跟他們一起講話 我很開心 然後我也覺得很榮幸 而不是說 你做不好一件事情 那沒關係,你喜歡的話 你就努力去做 你一直說一直說一直做 就會做得好 所以 這就是我的地雷 為什麼他要來跟我說 如果你覺得很丟臉的話 你就不要去做 因為我從來不覺得 語言這方面是有什麼好丟臉的 再來 那是不是有很多外國人 學中文的時候 他們來到台灣講中文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他們很丟臉 你就跟他說 你中文都講不好 有腔調氣 你不要再講中文了 我們怎麼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這樣告訴人家 你們知道現在有多少人 英文其實是很好的 但是他們就是因為 覺得自己發音不好 會被笑 或是他覺得他用字不好 或是他會文法有誤 而去不敢講英文 你們知道嗎? 現在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們在看這個頻道的話 在看這個視頻的話 你們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我告訴你們 鼓勵他們 不用說他們做得不好 然後就叫他們不要做了 因為很丟臉 因為這是老一輩人 很久很古老人會講的話 所以我覺得應該用鼓勵的方式 這是我自己的覺得 但你要怎麼做 那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如果你覺得 你今天畫畫很差 但是你就很喜歡畫畫 你也不要擔心 因為你很棒 你一直努力的去畫 一直努力的去做 今天只有你自己 能夠告訴你說 我嘗試過了 我試過這個東西了 那我覺得 跟我預期的不一樣 那沒有關係 我決定要放棄它 或者我決定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了 當你自己試過 當你自己用盡的權力 如果你很喜歡它的話 你自己才會知道 但我相信 如果你用盡的權力 你自己有得到回饋的話 你自己會覺得非常高興 所以在這邊我想要鼓勵大家 你們很喜歡一個語言 你們很喜歡做一件 你們真的很喜歡的事情 Just do it 不要讓別人告訴你說 你歌唱不好 你就不要再唱歌了 你就繼續唱 而且他們到底是誰來這樣子告訴你 你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世界上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說 當然除非犯法的事情 不要被警察抓 但我意思是說 你自己喜歡的信 沒有人能夠告訴你 不要去做它 因為你做得很爛 就因為這個原因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阿根廷人 小時候呢 他就是非常喜歡唱歌 但是他一直都唱不贏很多人 就唱不好 他喜歡歌舞劇 但他現在人在紐約 讀完書之後 也是一樣戲劇 歌舞劇科 就在紐約 一直做相關的事物 之後當他回覆我的時候 我發現說 他為什麼如此激烈 原來是大家還記得 我們之前有一個影片 然後他是說 飛機上有哪些 講英文的笑話 就是不小心搞錯了啦 或是怎麼樣 讓大家覺得很尷尬 的這一個影片 在這邊首先 大家道歉一下 就是我們字務主 就是可能有誤這樣子 我個人並不是每一支影片都會run過 而且這就跟改錯字一樣 通常如果你們認識我很久的人 有看直播的人 你們會看到我的發文 有時候中文也會是非常多的錯字 但我就沒有去習慣改他 不過這真的是我們的不好 我們的疏忽 那很快的我字幕組跟我的團隊 也就趕快把它換過來 趕快把它下架 趕快把它換過來了 但是呢 因為Facebook呢 上面好像還是有一篇 是有誤的吧 然後當時團隊的考量呢 他們就是沒有要下架這個東西 所以當然我也就是 就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或是他們的決策 所以當然我也沒有去多說什麼東西 因為在我的團隊裡面 其實就是 自由發揮比較多 不過在這邊呢 我還是要非常慎重的 再跟大家道歉一次 我還有我的團隊 真的大家非常而對不起 那是我們的疏忽 所以 有沒有真的很重要 不小心打錯東西 或不小心說錯話 我的天啊 原來會引起這麼這麼多的誤會 然後會引起這麼多人的感官 感覺非常不好 所以呢 大家如果英文啊 跟我 或是我團隊一樣 都會出錯的話呢 趕快去上 菁英補習班 然後之後我就想說 那我來點開來看一下 他是怎樣的人好了 所以我就點進去 我又發現說 它上面寫的是 現居新加坡 曾就讀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但當然 這是我第一 當下的反應 但或許這是假帳號 或許它不是新加坡人 那這個都不管 我只是第一個 想到就是 我當時在 飛的時候 就有很多新加坡的組員 他們曾經也是跟我說 啊 我們的口音讓你聽不懂 或怎樣 我都跟他講說 Don't worry啦 OK的 很棒很棒 然後我就想到 新加坡很多好吃的東西 等一下 我現在不是應該要很憤怒嗎 讓我 緩和一下情緒 反正看完之後 這個當下 我相信現在也非常多的觀眾 會覺得說 這新加坡人怎麼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 新加坡就是一個大雜會 然後他們有很多的文化啦 不同的人種啦 但是 這一個人 不管他是真帳號 假帳號 他不代表 新加坡 他也不代表說我新加坡人 所以我希望你們 看完這支影片 不需要去讚 你是哪裡人 你是怎麼樣 新加坡人都這樣喔 新加坡人都怎樣喔 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毫無意義 今天 從他身上 我發現的是 我想要 告訴大家的是 當你敢說 敢做的時候 你已經比現在很多人 躲在電腦後面 或是手機後面 來的好太多太多了 然後當然 如果你們有什麼建議的話啦 或是你們想什麼話 想要對我們的團隊說的話 我們都會很樂意的 聽你們的意見 但是給人家意見的同時 請問他說話方式 Auntie 剛剛大家如果看到這個東西 Auntie 請問他說話方式 第一個 他有禮貌嗎 然後到 embarrass myself 我不覺得我做了什麼事情啊 然後再來 請問我是你的 女兒呢 還是我是你的 居然是女兒 也不應該這樣跟他說話啊 請問我不知道 我是欠你很多錢呢 還是你真的很討厭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用這種態度 來跟我說話 大家都知道 我的相處之道就是 尊重你 你尊重我就好了 也完全不需要有什麼東西 是像那種 學長解智啊 或是前輩 晚輩 都不用 人就是互相尊重就好 這就是 國泰航空 教會我的東西 而你今天可以這樣子 來告訴我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想你應該也是一個有才能的人 如果你的英文很好 或是你是非常有才能的人的話 我希望你不要浪費時間在我的身上 反而是用你的才能去幫助這個世界上更多的人 或是讓你的世界變得更美好 當你受了如此高的高等教育 那我相信你在禮貌上面 應該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例如說阿滴英文啦 如何提升你的英文能力啦 或者是像楊老師啊 那一類的Youtuber 有沒有 或許你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好 那以後呢 或許我也會開 英文小教室 或是西班牙文小教室 因為我做得不好 我就把它做得更好 最後要怎麼結尾呢 好啦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雖然這個有點跳痛 不過我覺得很重要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單單遇見好的人 是不夠的 我們也要努力的 變成一個好的人 才能觸發美好的事物發生 OK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 好啦你喜歡的話就訂閱一下啦 如果不喜歡的話喔 那就算了啦 阿不是阿 阿我們的工作有時候 就會很多莫名其妙的人 像我穿衣服都要拉好耶 要不然等一下又被酸 雖然說我也沒有再理會啦 不過 阿我胸部就大阿 怎麼辦 要不然我 阿我爸爸的電話在這邊阿 你幫我問他們一下好了 這電話給你 然後Tim阿菜 我想要在這邊跟你們說 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這次呢 沒有做好 我們下次就把它做得更好就好了 我不介意真的沒有關係 Tim阿菜加油 我就是你打不倒的阿菜 我會越來越茁壯 欸 這樣是不是偷用流星花園的台詞 這樣會有點那個嗎 哈哈哈哈